他们都有胜利的可能性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 当然了 这也只是可能性而已 到底可能性会不会变成真实性 还要看球队的表现 C罗 加球扑住 惊人的反应 登进不到 不是 不胜 嗯 没有打好 我觉得他不需要这么弹 身体优势 这一点让对手很吃贵 维希 机会怎么样 球队接球啊 转身的平衡终于打破了 太精彩了 就像个循环导弹一样 这次完全不能怪门将 这种飘忽不定的射门 今天终于又重现江湖了 克雷斯迪亚诺罗纳尔多 难度的出门 打这一球 有两球摆胜 比赛十大球稳 这一球就是现足球队的水平也能披进啊 这球看似轮利 其实需要有效利用的空间 以及高度位置的配合 明镜只能够俩 关键 资格雷斯迪亚 第1次第41分之后 第10位 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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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机会打吧 实打中文 甚至实打实稳啊 也许这个过程太过轻松了 这球实在是漂亮 无限堪称完美 现在的用球 不时能踢出这样诡异手门 只要脚面和球接触得好 就会产生漂浮不定的飞行和下坠 路线极难预测 皮肤上场不小心便突破对手大门 不得不说主教练眼光离了 现在球又回到了他们的脚下 找到了空隙 要正打门 他打开了 他们已经翻身越岭 远走高飞 永远追不上了 不得不说啊 在这个位置上门 不禁的概率只有 只有 我赶快查一下资料啊 只有 百分之三左右 我下猜了 漂亮的射门 不过这全球得核心精准 应该记一功 这个也许是 漂亮 这样看来 他们的竞球表演还没有结束 这是全场比赛的最后一个动作了 巴黎胜个二半 轻松举胜 无解的表现 完全一边倒 那么杨墨水喝得比我多的菜池倒 关于比赛的过程 你有何见解 巴黎圣日尔曼的中场不乏好手 应该说中路